新春团聚12岁以下 没有打疫苗的孩子 会不会成为下一波感染族群 专家录日提高警戒 因为劳资纠纷 滞留台湾两年多 缅年级的渔工 在此际陪伴之下 终于在今天踏上海上路 高地最后一座西班牙圣家堂 先前超过140年 渴望在四年之后完工了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由陈朱祺主播的 大爱夜安新闻 今天是元月18号 距离农历的除夕 整整13天的时间 入境旅客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多 所以从今天开始 桃园机场的边境检疫 也在家严格一层 以前是长城旅途入境 才要落地筛检 但是今天开始 即便你从亚洲归来 只要是高风险的航班 通通都要筛检 确保不会有任何的遗漏的病例 进入到社区当中 那么今天新增的本土病例 17个人 大部分还是来自陶基的传播链 值得注意的是 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 台湾新增本土病例来到117例 通通分布在北北基陶 还有新竹五线市 当然桃园的病例最多 来到了94个人 今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竹出现了一家四口 同时被确诊 但是他们的感染源还不明 指挥中心还在追查当中 同时今天开始台湾也要推动 所谓多层次的防疫 多层次的意思就是 从边境到社区都要做好防控工作 个人则是要做好个人的卫生保护 包含了戴口罩打疫苗等等 台湾务必要做到清零 这个目标没有改变 又有国小停客大清销 本土疫情烧到新竹 有一家四口不明原因确诊 初步怀疑是担任业务公司主管的爸爸 公司里面有一位公读生 曾经与西提群聚案的确诊者有接触 被匡列居家隔离 但是公读生本人及公司其他同事 目前裁剪都是阴性 感染源有待追查的 还有18号新增的逃机防疫计程车司机 1月上旬陆续做过四次定期裁剪 都是阴性 直到1月中再到一名确诊者 包含计程车驾驶在内 日前确诊的机场防疫人员 确定感染Omicron 但排除跟逃机群聚案有关 疑似是在协助入境旅客裁剪时被感染 最快这两天就会把航班落地裁剪 扩大实施 只要从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入境 都要在后机市裁剪 希望降低机场人员的感染风险 在新闻高龄登映中台北报道 好 每一天跟确诊数字斤斤计较 其中有一个族群特别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 那就是台湾的小朋友 12岁以下通通没有接种疫苗 即将来的过年 他们会跟家里的亲人大人团聚在一起 他们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染疫的高风险族群呢 确实是值得关注 因为一旦儿童染疫增加 台湾的儿童医疗量能恐怕是不够的 那么国际间到底有没有针对儿童来施打疫苗 统计结果发现呢 确实有很多国家的小朋友都已经打疫苗了 其中呢 古巴跟委内瑞拉是年龄最小的 他们只要年满两岁就可以打疫苗 古巴本身有研发疫苗 他们打的就是国产的 另外中国大陆的科兴国药疫苗 三岁以上的孩子就能够打 美国跟欧盟的很多国家 则是在五岁以上就打疫苗了 至于东南亚国家 像是新加坡 印尼 还有柬埔寨 六岁以上的孩子打疫苗 到现在为止 有打疫苗确实是多了一层保护力 小朋友拿着大包小包离开学校 因为校园出现确诊者 这个情形近期频频上演 尤其是12岁以下孩童都没打过疫苗 国内医师坦言令人担忧 台湾如果会面临比较大一波的 一个儿童感染 可能都会出现在学校 或者是托婴机构 因为这种所谓 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的传染 也是很危险 美国现在0到4岁儿童的住院率 大概是每10万人 里面有5.3人住院 这其实是相当高的数字 因为住院是相当的贵 是非常有需要 症状真的相当严重 那才会到医院里面来 打破Omicron轻症迷思 一旦病例数爆增 势必冲击儿科量能 卫福部盘点全台时间 儿童医院或是医学中心 一共400张病床 将用来收治儿童确诊个案 不只设备照顾的人力也是重点 儿童如果重症衍生的一些 像心脏或肾脏的问题 是不是有办法处理 小朋友确诊者 大概比较没有办法 就是单独在医院隔离 那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居家照顾者 那他们的一个健康状况 疫苗接种的情形 那这些其实都是要考量 目前台湾确诊儿童 大部分症状都类似感冒 但也代表没有筛检 就无法找出确诊者 提醒有相关接触风险的民众 一定要特别留意 台新闻高林登映中 台北要道 其实跨越了2022这个新的年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疫情已经蔓延到第三年了 人类对于这个病毒 似乎还是束手无策 到现在为止 全球的人口当中 3%都已经曾经确诊了 人数高达3.3亿人 如果你观察过去三个月的染疫人数来说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它不断的在上升当中 这条黄色曲线是今年一月份的确诊人数 一月其实才过了一半多一点点 确诊人数就已经超过了前两个月 但是另一个角度看的是死亡人数 在过去三个月却有逐月下降的状况 这也应验了专家所说的 只要打疫苗的人口越多 就能够减少重症跟死亡的几率 最新的研究是告诉大家说 将来人类真的要学习 跟新冠病毒长此共存 因为它极有可能就变成流感化 每年都要来一次的大流行 所以将来的疫苗 也不再是一剂一剂地打 而是所谓复合式的疫苗 你只要打一针 就同时能够拥有新冠跟流感的防御力 疫情进入第三年 当防疫疲劳变成防疫愤怒 大家都在问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所以我们可以估计 在冬天和冬天 会有更多像之前 有更多问题的疫苗 我认为这意味着 在冬天和冬天 会有冠病毒的疫苗 国际劳工组织ILO预测 今年的失业人口 仍会高达2.07亿人 只比去年略为下降 而且这个情况将持续到明年 ILO表示 不同地区复苏步调有差 相较于欧美 东南亚 拉美 跟加勒比海地区前景最暗淡 原因是疫苗接种率低 以及政府财政空间受限 另外变种病毒层出不穷 同样导致失业人口降不下来 对此莫德纳针对Omicron 所研发的疫苗传出好消息 莫德纳还预告 明年将推出对抗新冠病毒 北京两个大城市 可是这两个大城 现在都有不明感染源的疫情 传出 所以今天北京官方就宣布 东奥所有场馆的比赛 都不会对外销售门票 换言之一般民众想进去观看比赛 国际的民众想进去观看 都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代表奥运是一个闭馆的比赛 因为它还是有观众 只不过这个观众是大陆官方 所安排的特定人士 大家都在为东奥的倒数 做各种的准备 所有的预言彩排也都在进行当中 大家都希望在这场体坛盛会 争取最大的荣誉 只不过疫情阴霾底下 格外的戒慎了 每一个人进到场馆 都必须要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戴口罩扫码之外 现在连观众也由官方来安排 特定人士进场 如果以苦难国度来形容阿富汗 应该不为过 很多的阿富汗老百姓 正熬着漫长的冬日 一天又一天 生不如死 在昨天的下午 阿富汗西部又发生了 瑞士规模5.3的地震 在当地建筑结构 很不牢靠的情况底下 5.3的强阵已经夺走了26条人命 在这么冷的天气里 阿富汗的老百姓燃料不够 没有钱买食物 当他们很冷的时候 他们会焚烧身边有的塑胶来取暖 孩子们在雪地里 没有鞋子可以穿 他们把塑胶袋包在自己的脚上 来取个温暖 直接用塑胶袋包起脚 这是阿富汗孩子的鞋 比较好的也只不过是脚上的一双破鞋 卡多斯去年带着一家人从老家逃到首都喀布尔 本以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却适与愿违 过去几个月内 阿富汗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通货膨胀严重 食物价格上涨超过五成 民众赚不了钱 买不了食物和取暖用的木头 温饱是大问题 跟着车队来到另一头 有些人连房子都没有 只剩一顶帐篷 以天地为家 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家具 需要救济的人数有数千万 要让所有人生活步上正轨 恐怕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打开新闻的绝育编译 东江王国海底火山喷发 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所有的灾情都陆续地浮现出来 透过各种不同角度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场隆重的火山喷发 在海底下 是形成了多么大的范围的灾情 我们先透过地图来看 火山灰的喷发 已经影响到周边的国家 尤其离东家很近的 像是斐济万纳度 还有法蜀的新克里多尼亚 这个小小的岛国 现在都被火山灰覆盖 生活上有非常多的不便 邻近的澳洲 你可以看到火山灰 也飘散到了澳洲的 整个东北部地区 都受到影响 空气品质显然是非常的不好 那么影响范围有哪些 空中喷发的火山 影响到它们的水源 变得不干净 现在没有水可以喝 空气污染严重 很多农作物都被火山灰覆盖了 甚至还降下了酸雨 影响恐怕不是一朝一夕 至于海底喷发出来的熔岩浆 则是造成了珊瑚礁的大量死亡 海洋生态受到影响 卫星画面中火山喷发后 整座小岛仿佛直接消失 同时也造成人民折损 一居东家的50岁英国籍女子 葛洛福在当地开设流浪狗中心 当时为了协助狗狗避难 惨遭大浪卷走 火山灰直冲天际 大量恶氧化瘤流窜到大气中 除了带来酸雨危害 火山灰中的有毒物质 也影响当地民众生活 此外火山喷发也造成连接 东家和北济 长达至少840公里海底电缆回损 专家表示 部分缆线接近火山喷发点 完全修复可能要花上数周时间 虽然资讯传送受阻 影响国际救援速度 不过纽西兰已经派出 两艘海军舰艇 并承诺挤注台币100万元 协助东家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澳洲 美国以及中国大陆 也陆续以海空方式 运送民生物资 展开人道救援 带来新闻谢谢小兵 好 希腊现在发生了 非常离谱的贩毒事件 他是有一名救护车的司机 白天的时候 他就是开救护车为业 没想到下班之后 他供器私用 把公司的救护车开回家 并且利用这台车子 来载运毒品 因为他是救护车 所到之处 畅行无阻 警方查获的时候 这个救护车上 就装有非常巨量的大马 逮捕司机之后 他一度还狡辩 是运送了危险物品 经过查计才知道 他就是非法运毒者 41岁的男子 在一间诊所任职 白天开着救护车 载运病患抢救生命 没有想到晚上 却成了生命的强害者 为了一己的私利 而用救护车来运毒 好 再来透过视觉上的震撼 带您到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这是圣家堂建筑大师高地 人生最后的一座 圣家堂新建长达140年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办法完工 主办单位希望在2026 也就是四年后 高地逝世100周年的时候 能够让圣家堂正式启用 怎么盖也盖不完 位于巴塞隆纳 一把82年就开始动工的圣家堂 最近第二高塔 圣母玛利亚塔完美封顶 希望能如期在2026年以前 落成完工 但是当我到这些坑 这些坑里面 只有三个坑 由于巴塞隆纳 而是最后十分之十分之十分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石头书写下的圣经 这是高地对圣家堂的期许 每年建筑预算约为2500万欧元 折合台币近8亿元 塔高138公尺 仅次于预定高度170公尺 但尚未落成的耶稣基督坚塔 圣母玛利亚坚塔顶端安放的12脚心 长7公尺重5.5公顿 在全球新冠疫情中 对于激励团队士气与鼓舞人心 别具时代意义 2026年是高地逝世100周年 充满传奇历史的圣家堂 在疫情冲击下 能否如期完工 各界众所期待 来 新闻为真面影 就快过年了 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的新春愿望 对于住在台北市区 街道巷弄里的这些人来说 平常的日子是孤寂而萧瑟的 春节即将到来 他们最盼望的 也许是老朋友来拜访 我们到那个巷子里面 右转 在万华的巷子内 快步向前走 进了这道门 还要拐过几家 走到最后一间 廖女士在围光中坚强地生活着 繁华都市中 宅在家的人 有些受着病苦 住在新义区的补女士 双耳失聪 能读淳语 你跟妈妈讲一下 这个是猴头菇 猴头菇汤 猴头菇汤 可以加一些菜 每个月的生菌 欢喜心不失 补女士也缓缓地说出心愿 希望我们能够 好好的做 好好的 说好话 做师做人 然后这样还能够不失 这是我对她的心愿 最苦 大约新闻之上 台北纵合报道 同样送进家户里的关怀也在北京的门头沟 这一回志工来寒冬送暖的时候 巧遇故人 原因是十年前门头沟曾经发大水 当时灾情严重 此际曾经来发放 这一回的再相遇 有人就穿着当年领导的大外套 来跟志工相逢 太阳才刚升起 志工顶着零下六度低温 来到门头沟寒冬送暖 厌赤镇社会福利中心的长者 多半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人照顾 看到老朋友前来 小开怀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听听了 谢谢 谢谢你 他们记得我们 开心哦 开心的样子 2012年 北京遭逢七二一水患 慈激人就到过重灾区门头沟关怀 十年过去 这份暖居民一直记得 2012年 咱们发大水 你会眼睛滩了好多年 你两个他们吃 这个你每年都穿 你保身还挺好的 我每年都穿 每年都穿 老婆 对 每年都穿 我要它 我们听着老龄化 60岁以上老人 比较多 100多人 然后就是 好多子女不在身边的 然后咱这基金会 给我们送去的关怀 老人感觉到社会的温暖 感觉到咱这个基金会的大爱 搬不动的 职工陪着把物资送到家 而同样需要呵护的 还有还位工人 疫情加上寒冬 工作更受挑战 早上起来天还没亮 就得出来 是不是 这两个干完了 对啊 早上起来是最冷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咱们这工作 真是挺伟大的 对好 谢谢啊 一一送上问候与祝福 这份爱如同医院下的潺潺流水 坚毅绵长 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 王云秀 顾清 北京报道 商人这一波的行脚 在今天终于圆满 已经回到了花莲禁寺经社 今天稍早的时候 来到了新北市的汐止 这个社区道场刚刚落成起用 商人期待的是 大家把自己当成 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一起来耕耘 商人来到慈祭西植园区的新家 空间宽阔明亮 新的道场预计二月 能够全部完工 能够再次发挥日照等功能 为社区邻里服务 安心就学跟我们的安美计划 我们都有到各邻里去 做这样的一个办法 因为有安心就学这一块 这都是偏向来的 一个礼拜会有一餐的共餐 一个一个回收的宝特瓶 拼接成菩提叶 上人非常赞叹 就像慈祭人的精神 行菩萨道传善法 带着满心祝福 人人期待心源区落成 作为菩萨大招生的后寿宅 戴新闻 现时上李健宽 台北报道 每到最末年中的时候 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些 想要感恩的人 对于花莲慈祭医院的 医护人员来说 心中最想感恩的 是这一群防疫志工 机器当机了怎么办 没关系志工帮你处理 在防疫期间来到医院 还是可以看见志工们的身影 进行实联制 消毒 协助民众挂号 引导路线等 通通都拨不倒他们 非常有意义的行动 保护自己呢 我们也要保护别人 医院搭配起来 可以让防疫工作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都很乐意 一代代的感恩力 是花莲慈祭医院社工团队 为医疗志工精心准备的礼物 挑了就是食用 而且他们一定都会喝得到 而且也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我们是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医疗志工 我们这么多年下来 然后一直都很护持医院 感恩啊 谢谢感恩啊 有志工们在的地方就觉得安心 他们不仅是医疗人员最暖心的后盾 也是民众到医院时最值得幸运的伙伴 很开心因为能够来心体健康是最大的财物 能够来做助攻就每天都很高兴 因为COVID-19帮忙最多的就是我们在地的这些医疗志工 感恩 感恩他们也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不会红包这样子的祝福一年来的辛劳 也得到最大的成就 还会做得更有力 南省侯宇怀 黄梦金中江波 华联报道 接下来这是一个放下愿对的故事 有一群外籍船员因为被船东击欠了薪资 而卡在台湾 足足两年多的时间动弹不得 他们完全没有领到薪水 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回到自己的家 因为实在是离家太久了 但心中不甘愿的是薪水没有领到 那四个月前 慈济志工开始关怀这一群 只能够在渔船上生活的渔工 慢慢地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愿对 现在他们终于一个一个地 愿意原谅船东回到自己的家 最后一批要回家的是 这一群缅甸籍的渔工 志工陪伴了他们一整夜的时间 从他们打包行囊 下了渔船 入境准备到机场筛检 最后登机挥挥手送别 这一路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回家 人们找个问题 这里也行 这里也行 好吗 你也可以坐 这一站 在一站 在一站 你们是不过去 这是不过去 这是不过去 这是不过来 谢谢 你可以先搬 你可以是谁 坐 你可以坐 你可以坐 感谢 谢谢 谢谢 啊 好 谢谢 你来 好 照一张 照一张 一张都会 是 好 等一下 好 好 好 那我准备了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为他们准备一个经历家 然後這個是在隔離期間的時候 給他們喝可以泡的 然後每個人都有一盒手褥 那你們帶回去 那個防護衣我們去他那天 要穿的 還有一本是特別為了他們感情的 中年翻譯的那個 包括還有英文拼音的這個靜思 那個分給他們去念 如果不妥的地方 又再重新改 一直叫改叫改 所以他們在抄寫禁思雨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就慢慢的把自己內心的 這些情緒慢慢平靜下來 相信相信彼此都改 以為我們是一家園 犯了開心彼此改變 我們要回家了 太好了回家了 謝謝 包括蘇老師都有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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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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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服了 祝福平安 圓滿成功 圓滿成功是嗎 圓滿成功 很高興能夠回家 很高興回家是吧 好 祝福他們 明天啊 119消防節了 政府今天特別頒贈了消防界的最高榮譽獎 叫做鳳凰獎 給各地的消防楷模 總統 總統也承諾 將來一定會提拔經費 來汰換老舊的設備 讓每一個消防弟兄在救災的過程當中更安全 賀榮凱模 高雄七八五連續三十小時 搶救搜尋出度位傷亡者 紀元才能為萬大樓倒塌 協助搶救傷亡者 我們在災害房子 包括住警器的安裝等等 我們的護宣大會 尤其災害發生了以後 心理的重建 我們護宣的朋友們 對這些受害的家屬 提供了最好的心理的護衛 消防領域最高榮譽奉獎 有肯定和感謝 總統蔡英文特地借鑒得獎人 並承諾會持續強化 防災應變能力 淘汰老舊車輛 是希望給消防弟兄姊妹最大的支持 台灣消防人力編制不足 平均一人要服務一千五百人 月工時高達四百八十小時 是一般勞工的二點七倍 總統也說 政府設下五年增補三千人的目標 目前達成率已經超過六成 而且明年就會如期達標 無論救災環境多麼險惡艱辛 消防人員都勇往直前 從不退縮恐懼 但才怎麼英勇 畢竟也是血肉之軀 只有體系更加健全 才能替火神擦乾眼淚 大安新文台北綜合報導 世界WOW起來 帶您看大千世界大開眼界 今天第一則WOW新聞看到的是他 他的名字叫做美倫明洪 他是一位挺高齡資深的日本藝人 最近不知道怎麼流傳的 全世界都說 如果你的手機桌布 有美倫明洪的這張肖像的話 就會為你新的一年招財盡寶 結果美倫明洪自己出面說明了 他說我根本沒有這個能量 大家不要再迷信了 好再來看到的是他 英國人為了崇尚這個東方飲食風潮 就在他的雜誌上刊登了 中國人過年吃的食物 這張照片看起來好像是美食 但你有沒有注意在這個盤子旁邊 竟然是一張紙錢 不知道是英國人不曉得 紙錢的用意到底是什麼 還是他覺得這樣拼起來 很有東方特色呢 好 最後一個是影片 而且非常的可愛 你一定要來看一看日本的這兩隻毛 就是華人的哲泡 他們非常喜歡呀 我把他們做了 在後面就隨著看 是華人的子模仿 現在是華人的風潮 我不購玩了 如果不用客氣 也會玩玩獨家 鳥城堂 一邊的天台 鍋子 其他地方 證明洪塔 在鬼單人u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在接下来这几天台湾上空的水气是比较多一点点的降雨的机会会明显的增加 来看一下预计明后两天礼拜三礼拜四 主要就是在东北季风迎风明的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在山区有些短暂阵雨 其他地方都是来到多云到多云时期的天气状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到了礼拜五礼拜六 又会有一波新的华南水气移进台湾来 所以在降雨的部分又会由北往南逐渐的扩展 到了礼拜六甚至礼拜天 甚至连中南部地区都有机会出现一些震雨 所以在接下来这个周末 其实天气状况会比较不稳定 建议大家安排活动以室内活动为主会比较适合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预计明天跟今天的气温是差不多的 北部地区都是相当的湿冷的 礼拜四之后温度会逐日的略微的往回升 但是可以看到在未来这段时间 虽然说气温往回升的幅度有限 同时其实是会伴随着震雨的 所以感觉还是比较适量一点点 那么在中部南部地区可以看到高温 都还是可以来到23度24度 南部地区还是可以来到了24度到26度左右 中午其实蛮温暖蛮舒服的 只是清晨跟晚上的气温还是会降到17度 甚至是17度以下的 所以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 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会相当的明显 大家早晚外出还消极的戴一件外套再出门了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主要就是在东北季风营封面的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短暂阵云 西半部地区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好天气 所以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随着封面逐渐通过 水气会逐渐减少 明天在西半部地区会是多云到晴得好天气 只有在迎封面的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 东部地区短暂阵云 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建议您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温度的部分还是偏凉的 特别是清晨跟晚上 相当的寒冷 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痴疮反复发作 造成肛门狭窄 该怎么办 75岁的杜先生 从当兵开始就有痴疮问题 曾多次接受治疗 没想到近几年 却出现排便不顺 必须要靠药物才能解决 多次痔疮治疗 肛门出现疤痕 影响扩约肌功能造成狭窄 这时患者排便需要更用力 因此反复出现肛裂 肛门长期受伤 又加重狭窄问题 这时需透过手术来解决 传统肛门批斑整形手术 因为批斑取得形状大小 伤口容易因为自然张力 再次裂开 医师改良批斑切割形状 降低张力 减少伤口裂开风险 在传统教科书上的批斑做 让一扑以上 它外面伤口都愈合不好 在很短的距离 要把伤口缝起来的时候 它张力会非常大 很容易就直接开掉 把距离拉长一点 让那个伤口变得比较细 张力可以均匀地分担 术后杜先生不需要靠药物 就能够正常排便 肛门狭窄都会出现排便困难 疼痛出血 粪便形状改变等症状 出现类似问题 要尽早就意检查 大新闻黄线 郭佳旭台北报道 再看虚拟世界里 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 NFT热潮 不断挑战大家的想象力 各式各样的物件 都可以成为 非同质化代币NFT 它每一个东西都是 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一个价值存在的 它不是一个很同质的东西 一直复制的 钞票就是同质化代币 可以等价互换 但如果我的钞票上 有一个特殊的编号 它的身价就提高了 虽然同样都是 中央银行印制的钞票 但它的价值变得不一样了 就是这种独特不可分割互换的稀有性 展现NFT的收藏价值 数位艺术家网新人 台湾首位登上国企NFT拍卖的艺术家 每个半径都像是一个节拍器 结合声音发出不同音高 而这一切都是透过数学演算完成的 不可能一天就最多画一幅或是两幅画 可是演算艺术参数丢进去 那很可能艺术家花几个月的时间 写出一支作品之后 但是在下一秒钟 它就可产生千千万万个世界 过去数位艺术家的作品无法被典藏 但NFT诞生后改变了这一切 你当然可以复制我的作品 然后甚至你也可以把我的作品 拿去影印跟拍卖 但是没有NFT 或是没有这所谓区块地的保护 它就只是一个被clone出来的个体 NFT保障了数位艺术家的创作版权 艺术家画廊和收藏家之间的经济分配 也彻底重组 在传统的艺术收藏圈 那假设我是一个艺术家 那我当然希望在一手的市场 一级市场中就把作品卖好 卖好 因为接下来说二级市场 其实我不会拿到任何的 传统或是分论的 透过NFT的特性 我们是可以设定的 就是说每一次转手的时候 都会有比如艺术家 或是说画廊这一边 或是各种 我们可以设定说 谁是可以就是不断地 在每一次的转手中 收取到所谓的分论跟抽成 也就是说NFT每一次交易的版税 都会回到创作者的手中 改写过去艺术市场一次性交易的模式 只不过有人视NFT为收藏品 也有人以投资炒卖的心态买入 价值具备高度的落差 而没有一个普遍的 有历史长流的验证之下的 这种所谓的新的艺术的形式 或创作的形式 会有这种所谓的投机或投资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但NFT也的确为艺术市场 带来一批新藏家 NFT艺术藏家 他是受到虚拟艺术的 这个NFT的形象来 可是他来到实际的艺术场地以后 他发现原来艺术 实体的艺术带给他的这种 视觉感官冲击是非常大的 对艺术家来说 每件作品都是自己的宝贝 获得收藏是肯定 但更希望心仪作品的人 是因为喜欢而珍藏 而不是为了不断攀升的 交易数字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 大爱业爱新闻 我们再会